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壮新闻 天后没有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龙 刚刚我们的整点新闻 已经有跟大家报告 就是美国的股市 那么在刚刚的收盘的时间点 大跌2398点 这个跌幅超过10个百分点 这个数字 让大家看得触目惊心 应该说这个礼拜以来 那么美股已经第二度的 熔断机制出来 就超过了一定幅度的下跌 那它就会暂停交易 那为什么这么严重 这个其实要好也很难 疫情当然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一方面也因为 这个石油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沙烛地阿拉伯跟俄罗斯 没有办法达成协议 所以昨天的油价 也大跌了大概7到10个百分点 那疫情造成全球的需求降低 那这个对油价 当然就是一个雪上加霜 那全球需求降低的话 中国的疫情稍微和缓 就算它复工 那么有达到一定的比例 但是因为市场降低 所以经济还是带动不起来 现在最严重当然是疫情的一个扩大 今天报纸都已经登出来 其实昨天就已经知道了 就是NBA无限起的停赛 那NBA有人就 因为这个事情是先这样 因为爵士队有一位 他的中锋 这个Rudy Gobel 这个一个法国的 这个叫做高塔 这样的一个选手 那么他确诊 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 那你说那就这场球赛暂停就好 为什么整个NBA要无限起的停赛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确诊之前 的前两天 前两个礼拜 爵士队已经陆续跟暴龙 跟霍赛跟赛尔提克跟尼克跟乌士 还有骑士都比赛过了 那么你跟他比赛过的这七队 因为这个Gobel Rudy Gobel又是主要的主力选手 那所以呢 他一定在场上 这个互动接触非常的多 所以变成说 跟他接比赛过的这十家 NBA球队也得要隔离 这个做检查 那你这样子的话 整个NBA当然就没有办法举行了 好 现在更要命的是 大家发现到 这一位Gobel 反映出了欧美人士 对整个新冠肺炎疫情的 这种轻忽 因为 大家 我今天看到报纸上一张照片 就是 礼拜二的时候 当爵士队的主场 在出战暴龙 那 帅后球员在 记者室接受访问 结果这个Gobel 他刻意去碰触每一支麦克风 跟录音设备 就是 因为通常 在这种访问 那么各个媒体都会先把 这个麦克风 录音设备先摆好 那Gobel就去那边把每一个麦克风 每一个录音设备都一个一个给他摸过 那么 现场不但没有人制止 还哄堂大笑 好 那你可以想见 这个 结果才隔一天 他就被确诊了 不但是他 他们的球队的另外一位明星 Michelle 那么他也被确诊了 被确诊了 所以 就是这样子 那你这样子 NBA一停掉的话呢 这个股市里面的运动股 体育股 那肯定大跌 而且他是一个连锁的 那么可能 还要包括到 这个 欧洲的这一些 这个足球 现在 甚至严重到 这个欧洲国家 国家杯 是不是六月要举行 现在可能都打上问号了 那么美国 职棒大联盟 会不会也一样跟着停赛 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但是最严重的恐怕 要问到的就是说 本来大家对11年的 这个整个的美股的 这个牛市 本来就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 他早晚要往下走 那这段时间 美国政府川普 为了选举的需要 不断的给股市打这个基金 不断的用强心针来打 但是现在效果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涨了这个1000点 第二天肯定跌1000点 而且再一跌就跌两天 我们这个礼拜看到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有两个原因 造成了股市 没有办法有信心 那么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整个牛市 事实上是已经走到尾巴了 那这个股市 它毕竟还是有个周期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整个疫情的状况 越来越令人担心 我昨天在讲说 这个现在的情况是 意大利变成了武汉 意大利变成了武汉 然后呢 然后整个欧洲 像中国一样 那这疫情非常像 大概两个 一个半月前的 中国的一个状态 因为意大利已经 全国封国嘛 锁国啦 就跟这个武汉的这个封城一样 然后呢 封城前夕啊 还有一大堆米南人 意大利人跑出去 就跟武汉啊 刚封城的时候 有五百万武汉人 都已经跑掉了一样 然后呢 这一些人在 把病毒又传到 欧洲各个地方 然后现在意大利的疫情 为什么它死亡的最多 这有两个原因啊 情况跟武汉又非常的像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啊 这个瞬间啊 这个染病的 这个特别是重症者啊 那么因为重症者 比较容易在年纪大的啊 偏高龄的 这个啊 人的身上啊 那人数太多 人数太多就造成 整个这个医疗负荷啊 超负荷了啊 超负荷的结果 很多的处理 他只能用优先顺序啊 能够先处理 旧的活的啊 或者怎么样子的等等啊 那武汉中当然就会 加大了他的一个致死力啊 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的这个确诊跟致死力啊 他大概是世界平均的多一倍啊 原因就是因为瞬间的这个量太大 超过了他的医疗体系的负荷了 那这个在武汉也发生过 很明显啊 那所以呢 呃 我们看到 呃 欧洲其他国家就跟 呃 中国在除了湖北以外的这些各省份啊 他因为医疗的负担 虽然病毒传染也过来了 但是医疗 但是他的量相对于湖北这个重灾区少很多 那所以呢 他的量啊 那么没有导致整个医疗超负荷啊 所以基本上这个致死力就降低很多啊 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大概也是这样子啊 因为欧洲其他国家的这个啊 致死的情况人数啊 跟确诊数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还算是 要比意大利要清和清还很多了啊 所以意大利的问题是很麻烦很严重啊 那当然这是一个部分啊 那现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啊 呃 美国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倒不是说美国的公共卫生啊 或者美国啊 已经感染的非常严重 都不是啊 最主要是美国这个国家 他的领导人啊 太轻忽啊 川普啊 那他已经好几次有可能要被 变成要被感染啊 因为昨天他又跟巴西总统的发言人见面啊 结果这个巴西总统这位发言人 一回到巴西之后发现已经确诊了啊 他也跟国会议员见面 然后那些国会议员曾经跟确诊的人握过手啊 所以呢变成说川普要不要去做一次检查啊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但川普拒绝啊 川普说他没有这个问题啊 好那这是你领导人带头说我最勇 我不怕啊 当然说这个只是跟流感一样啊 这当然会降低这个社会大众的一种警觉性啊 但是呢 实际的病毒啊 可不会照你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 那么的轻忽啊 他该流传的 他该感染的啊 他是当然要照去啊 所以美国现在疫情肯定要扩大啊 而且坦白说啊 这个美国现在的疫情的数字相对于这个其他国家要少啊 大家都知道跟一个原因也有关系嘛 因为美国的检疫啊 是由CDC啊 就是联邦的这个疾病管制中心啊 做非常严格的界定啊 而且他的这个收费也很高啊 所以美国到现在为止啊 他真正做完检测的大概只有寥寥几千人啊 只有寥寥几千人啊 大家要知道韩国啊 对不起 韩国一天可以做出一万人啊 韩国到现在已经做了差不多20万人的这个检测啊 呃台湾的数字不及韩国 但是比美国也多很多啊 所以现在有消息说啊 很可能CDC现在会放宽啊 各大学啊 一些新的检测方法 那么希望能够在下个礼拜把整个检测能量提升啊 他们目标是希望能够到一天一万人的这样的检测能力 好了这样子一来 嗯 大家会想一想啊 如果检测量啊 其实检测到一万人 人均来说啊 还是比南海要少嘛 南海一天就做到一万人 那南海人口才五六千万人啊 美国有三亿多嘛 但是呢 这个东西就来了啊 当这一些普遍性的检查扩大了以后啊 你可以想象美国的确诊数一定会大幅增加啊 会大幅增加 那大幅增加 这个对一个全球金融领头的国家 对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国家 当他的确诊疫情人数开始暴增的时候啊 大家会是什么反应啊 零零种种这些原因啊 是造成的啊 昨天啊 到今天早上美国的股市啊 领头大跌啊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坦白说啊 现在一看整个的疫情啊 不禁啊 有一种感触啊 就是说 有三个人啊 如果美国最后真的变成一个大灾区啊 然后是带动整个全世界的这种 大的这个悲剧的话 这个整个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啊 大概就要怪 可以讲就怪三个人啊 一个是 第一个是谁呢 第一个当然是习近平啊 他这个 在一开始的隐瞒啊 造成整个疫情啊 没有办法在一开始 要扩大 要失控之前啊 能够把他控制住啊 那就是他 以习近平要负最大的责任 所以现在看到说 他把他 大陆把他打造成说 他是抗议的大英雄的时候 这非常讽刺啊 非常讽刺 第二个要怪的人就是 WHO的秘书长啊 这个谭德赛啊 谭德赛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主要问题是 他因为受了中国的 这样子的一个太大的好处啊 那么大家说 他是非常的太过于亲中 以至于WHO该有的专业 没有了 他拖到现在已经 一百多个国家 都已经被感染了 那么拖到习近平到武汉去 宣布整个要同心复工 才去宣布说 这个疫情在全球 已经造成了这个 pandemic 这个大流行 这是任何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已经啊 用政治来扭曲的 该有的专业 WHO这一次真的是 大大的漏气 大大的漏气 所以第二个人 要怪的人就是谭德赛 因为他误导了各个国家 的一个疫情的一个防控 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 会不会有第三个人 大家要去责怪 这个人可能就是川普 万一他真的 整个美国的疫情 因为在他这个 无知无觉 过度轻忽 刻意轻忽的情况下 让美国整个的疫情失控 当然也就是整个全球的 一个失控的话呢 那么川普要记上第三个 他就会是第三个啊 要去被谴责啊 将来历史要留名的啊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国外回来之后 今天要邀请这个产业专家啊 杜子晨先生到节目现场 POP壮新闻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那节目现场 老朋友啊 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能够请他到节目现场了 杜子晨先生 杜先生早 清朗先生早 好 很久没有到这个POP Radio了 对 应该说 尤其这一次的疫情之后 好多朋友 现在都关在家里啊 对对对 这样只能透过LINE 真的是世信交友 世信社交啊 是是 这个我们谈一谈啊 就是说 刚好前面我已经有讲到说 整个对疫情 对全世界的影响啊 现在都看得到 对人际的影响 你觉得怎么样 对 其实 慢慢这个疫情 稍微可以稳定 或者是说可以预测了哈 就很多人从 比较总体面啊 对 去思考说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世界大流行 它会不会改变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 是 甚至于会不会改变 所谓的国际产业 这个价值链 供应链 对 这次都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是 生活方式的部分呢 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多的企业呢 会考虑有一些在家工作的方法 嗯 对 其实本来这种在家工作 本来就是一个趋势啦 是 对不对 对 那这个会更加的 这个有一种强化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对 其实所谓的在家工作 我们现在如果到这个便利商店啊 或者是到这个星巴克啊 嗯 就看到已经看到很多人 他们其实在其而鸡 我看到对 经常看到 嗯 那甚至于就是公司的员工 嗯 但是他就是直接透过这些 呃 影音视讯 或者是电话的方式 嗯 那么他就回报一些事情 嗯 尤其是我们这样讲说 跑业务的业务员 对 他不需要回 不需要回到公司去报告 对不对 那随时随地啊 那么就跟公司里面的这个工程师啊 或管理阶层啊 就直接沟通 嗯 那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普及 嗯 那如果说普及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我们讲了说 这个 呃 我只要在家里面有一个稍微不错的设备 我从床爬起来 刷 刷完牙 喝杯咖啡 我就可以直接上班了 嗯 那我就省去了很多上下班的时间 对 嗯 当然这个从社会心理以来看的话 会不会让人啊 变成跟这个其他人的相处减少 疏离了 嗯 这又是另外一种社会问题 嗯 不过工作方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会很喜欢 我是注意到哈 在呃十几年前开始 我发现现在很多报社记者不回报社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 不回报社发稿了吗 以前我们都 以前我们是这样子 对 嗯 比如说以前跑立法院 我讲了三十年前 跑完之后 大概会也结束了 大家就回到报社 比如说当时我在中国时报 回到报社之后 先给小主感看 报社填完稿单 然后报社有餐厅 我们就回餐厅去 然后就会跟比较资深的前辈 大家一块吃饭聊天 就讲一些 无形中那个吃饭的时间 是非常好的经验传承 意见交流 评论上的一种激荡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形态 好像对一个媒体人的成长 可是你讲的这种不回去 现在变成普遍了 所以这第一个我想到的影响是 那个成长的元素不太一样了 我们就会只有 工作上只有直线关系 直接关系 因为有的时候 你是跟跨部门的人协商 变成说你没有那种 不经意的跟一些其他部门的人联系 这我讲一个 我们在教这个创新学的时候 常常讲到说 日本跟美国的公司啊 他们有的时候 像NTT Data 它特别就是在每一层楼啊 西安市 或者是咖啡市 那么留下一些空间 让有一些人呢 工作累了以后啊 到那边去啊 喝杯咖啡啊 抽支烟啊 然后就跟其他部门 稍微闲聊一下 那彼此就知道 彼此在做些什么 这件事情啊 在这个管理学里面啊 认定了 它是对创新 就是跨部门交流这件事情 对创新是有帮助 那以后恐怕就没有了 这样子 好这个可能 产业当然会是另外影响 我们下一段来谈产业的变迁 那现在一个 对大家最迫切的啦 要怎么来防堵 这个coronavirus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传染 那有当然戴口罩是一个途径 但是戴口罩 我跟你讲 西方人 但是戴口罩 他们认为戴口罩是一个 生病的人才要戴口罩 所以这段时间呢 亚洲人也不限华人 亚洲人戴口罩在欧美地区 出现一些被霸凌的一个状况 对 那戴口罩是一个方式 然后呢 其他的部分啊 我们感到说 要怎么样能够做好 整个总体来讲的话 你有什么观察吗 对 我们个人卫生的部分 当然很简单嘛 就是勤洗手戴口罩嘛 对 但是我们真正要围堵这个病毒啊 那么从医药体系里面 还是要做一些 这个根本的 这个一些帮助 是 那现在这个医学研究界啊 他当然认为说 有三个事情 如果我们都做得到 或者是说慢慢可以做得到 对 那么什么病毒 我们将来都能够防治 一个就是所谓的快筛的试剂 快筛试剂的目的是 让我们很快的分流 就是哪一些人可能 需要做重点 需要再做 甚至还需要 因为有一些快筛试剂 为了要快筛嘛 所以他准确性 也会比较低 但是至少可以把一些 不是的人筛出来 我来举个例子了 比如说 我听说中研院刚出来的那个快筛 是 从四个小时变成十五分钟 是 可能大概验诊率 大概可能百分之六七十 那有人说 那这样子都不够啊 但是这六七十啊 已经可以把里头 比较明显有可能的先找出来 对 对不对 它是这样子嘛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大概 但是这个大概的分流对疫情 但一定可能会有漏网之余 有错杀跟错放 这可能性都有 但是至少它可以对疫情的掌控 比较进一步 那不过 大家也不必这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快筛试剂啊 它我们要做五个十个快筛试剂容易 但是我一下要做五百万个 这个快筛试剂啊 我还有品质控制的问题 是 那么另外还要经过一个人体试验 是 所以并不是说现在中研院发展出来以后 大家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没那么快 大家不可能 对 这是快筛试剂是第一个 是 第二个就是说 那你不幸生病了 是 生病又分成有轻重 有重症 轻症重症还有违症 就是已经病违了 是 那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对于重症的病患 我们目前呢 大概都是拿以前其他病毒 尤其是跟流感相关 或者冠状病毒相关的一些治疗药物 来治疗它 Ebola Ebola也好 SARS也好 MERS也好 我们曾经都发展过一些药物 但是很可惜就是那些药物啊 其实都发展到一半 他们说现在疫情结束了 对对对 像瑞德西韦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那个台湾也在设法仿制这个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就是MERS跟SARS的时候 那个美国的公司它发展 发展了一半 结果病人没有了 因为 最好这是一种很怪异的一个循环逻辑啊 是 就是要够严重 是 够严重量够大时间够久 是的 所以你的研发资金才会投入啊 不是如果没有 不再有病人了 我这个药也无从检验 对不对 那我也不能够说 再放一些病毒再搞一些病人 那不行 所以我的药检验到一半 后面的程序做不下去了 那就只好诉诸高颗啦 放着 对结果没想到等了17年先拿出来 就拿出来 没有立 没有那么刚刚好当对啦 但是似乎有一些人是有效的 范围毕竟是一样嘛都是病毒啊 对对他们就是表兄弟姐妹嘛 对对对都是属于冠状病毒 这是治疗药物 那第三种就是 那我们以后可不可以有疫苗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不对 没有没有 现在都好像 我看川普找了全世界的各大药草 要求他们短时间发展出疫苗 没那么快 但是我们想这疫苗 它涉及的范围是两个 一个大部分的疫苗 尤其是病毒疫苗 就是把病毒 活性第一的病毒或者死病毒 注射到人的身体里面 对 让它产生抗体 对 人因为认得这个抗原 那么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就会产生抗体 那某一种程度来讲 它的剂量很重要 所以我们还是要经过临床实验 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 抗 我们刚讲治疗药物是针对生病的人 对 疫苗是针对健康的人 你不要把那个原来没有病的人 搞成有病 当然对 倒过来了 而且有太多人 要施打 所以他要考虑的安全性程度 更高 那要百分之百 要百分之百 对 所以这个没有个两三年 是很难说有一个真正所谓的 大家都能施打的疫苗出来 是 好 你讲到疫苗的话 那你怎么判断 当然这个也许 我现在要这样问你的话 有点太过分了 你怎么预测这个疫情 会最后是怎么走势 到最后是把它变成流感化 还是说到夏天之后就消失了 然后像重蹈上市的SARS 那么或者说他事实上就一直下去 直到疫苗发明出来 对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那些工卫专家或者是感染科专家 他们就说有三种情境 现在看起来第一种跟第三种慢慢可以排除了 第一种情境就是被我们围堵成功 这个一百多个国家 现在发现看突破口太多了 太多 对 初期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 对对对 第三种情境就是放弃了 所有人都敢 就是说他们讲说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都得病了 但是不是说都死掉了 不是都死掉了 重症的我们想办法治疗 轻症的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对那这样子的话 每个人身上都有抗体了 就得过之后就有抗体了 对对对 那这样子 但是这个很suffer 就是这个很痛苦的 对 他还是要剥一层皮了 因为有可能三成或两成的人是重症的 他现在讲重 对 轻症大概八成左右是轻症 然后两成大概重症 重症里面大概百分之四的左右的致死率了 是是 那这是最后没有办法了 但是世界还是会继续照常运行 那现在比较认定的就是中间这个 就是说三万我们可以控制一部分 让他的疫情减缓 然后呢 我们甚至可以搅乱他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病毒呢 这个就像我们抓那个猫来 然后给他这个 就是说我们 两猫抓老鼠 也不是就是把他结扎以后 然后让他跟其他的猫交配 然后猫的数量 野猫的数量就会减少 对 我们一样我们可能可以把病毒呢 把他一些活性降低 然后放出去 让他跟其他的病毒再起作用 让平均的病毒慢慢的活性 或者他的毒性降低下来 生物疗法一样 有 当然这个就是很大的风险了 这最后还是要看我们那些 生物科技学家 你讲到最后那个都要等 要搞一点合成的东西 是是是 那合成的很危险 弄不好的话 一个变种又猫出来了 这时候那些所谓的P4实验室 就开始有用了 就开始有用了 那也挺危险的 好 不管怎么说 这一场这个病毒所造成的疫情 现在看起来 短时间内还不会结束了 那我们刚前面谈到 对我们个人的 或对人际的社会的影响 其实他对整个产业影响更大 那对产业里面 这里头 当然中国大陆的一个 是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观察的点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会来之后 跟紫辰兄来聊 后面这个话题 POP壮新闻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这个 这一波的疫情 其实大家都注意到一点 就是 世卫组织 在前天宣布说 这是一个 Pandemic 是一个大流行的 一个时间点 刚好就是 习近平到武汉去 那么 宣布武汉 等于是说 疫情差不多告一个段落 那么整个要复工 要开始 好 这里头有很多的学问 我们先姑且不论 我们直接从产业的角度来看 两个问题 请这个紫辰兄 你来跟听众朋友来谈谈 第一个就是说 从这个 这样这么说了 从12月或者说 从1月23号 武汉封城 以及导致中国 那么大 那么多地方封城 陆陆续续到现在 那一直到现在 整个发展到全球 我们先从目前阶段来看的话 他对全球的产业链 已经造成什么影响 对 因为 再来说 未来可能还有什么影响 对 武汉跟湖北 等于是封了50天了嘛 是 那当然其他地方 也因为 这个 虽然不见得有封省封城 但是 基本上 交通移动 已经都减少很低了 是 所以大部分的 大陆的工人 并没有在这段时间当中 回到他的工厂的 这个工作岗位 所以我们很多的生产呢 现在只有一成到五成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 这个中国大陆 毕竟是这个世界市场嘛 是 这个东西立即会对世界 其他国家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这件事情啊 我们可以从 三个简单的产业去看 是 第一个产业 大家都知道 就是电子产业 电子产业的数量 像iPhone啊 它可能在今年底的 这个iPhone12 那么都可能要延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很多的配套性的产业 它的零件啊 都还做不出来 不是最后的组装而已 第二个我们发现了 就是说会有影响的呢 就是汽车产业 日本跟韩国的汽车 其实有非常大的零组件 都是在中国大陆生产 那么 那这些零组件没有回来 我们看到像 这个 韩国的汽车 现代汽车 事实上就 整个在韩国的车厂 那么停了两个星期 就是因为 中国那边的 对因为零组件 供应链那边 对对 因为现在的供应链 都是国际化了 就是说 我把它分成 十几个 这个成 这个产品 然后一个一个组装 那在中日 韩 台 不同 越南 这些不同地方生产 那这个是已经看到了 而且已经发生了 第三个大家预期立刻会发生的 就是药品 哦 这一次很直接 很迫切 对 因为 世界上的药品啊 大家都知道 有一些是专利药 专利药通常是由原厂来 这个自己制造 那么 而且很贵 那么可是我们每天吃的胃药 每天吃的感冒药 这些东西呢 其实大部分都已经专利过期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学民药 学民药 谁都可以生产 谁都可以生产 那就变成说 生产就要大量化 那就分成所谓的原料药 就是一大桶 一大桶的生产 然后再分给这些有品牌的厂商 再去做一些 我一直以为这是印度 是最大的供应的地方 印度是 印度跟中国大陆都是原料药 印度很有趣的 我们这边讲讲 大家都不晓得 去年大陆有个电影叫 我不是药神 对 印度其实是这样 它的药品的部分 它是基本上不遵守美国的专利 他不认可它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专利药 反而在印度有生产 可是各国封锁 可是各国都有穷人 他要吃这些专利药怎么办 他就走私进口 从印度 从印度 所以就变成说 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 那个电影就演这个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等于是一个零售商 对 他天天被政府抓 骂他是这个防茂商 因为这可能是美国的药商去施压的 对 可是呢 他又有太多的病人 说你如果不帮我们从印度进口这些药 我们就要死了 对 所以他那个社会上一个很极端的案例 是是是是 很有趣 嗯嗯嗯嗯 好 所以药物你现在看到了就是说 原料药 已经开始有点断流的 对 像就刚刚讲说像 普拿藤是已经是一个学民药了 对 他是这个解热 这个呃呃呃呃就是可以让你呃就是比较不会痛 对对对 就是阵痛解热 是是是 像很多的胃药 那这些原料药可能都会呃断链 嗯嗯 就是供应量会大大的降低 我看他都说三月底四月底什么就不行了 对 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这个事情 是 不过涨价恐怕是会 嗯哼这样子哈 汽车呢 汽车现在这个大的本来中国大陆最大的汽车基地之一就是武汉 嗯啊 武汉最近呃要开始慢慢的复工了 那他如果再不复工啊 全球的汽车量 中国大陆他可以减缩他自己的汽车购买量 嗯 可是因为他做的这个汽车领主件还供给日韩品牌 嗯啊 变成日韩在韩国日本生产的汽车 有一小部分的领主件来自于中国大陆 嗯 那现在这我们也不可能有一辆汽车少了几个领主件嘛 那没办法运作啊 啊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其实实际上已经伤害到日韩品牌的某一些车种的这个供应量 嗯 那汽车还好 就是说当这个汽车缺货的时候 有很多的车主可以等 嗯 啊 这个等的时间 当然不会超过一年 但是你说哦 你喜欢这个车型 那是不是再等个三四个月呢 一般还能接受 嗯 所以他比较不像必需品 嗯 这个还比较问题不大 但是问题就是说 呃 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啊 让大家逼到了一个就是说碰到你刚讲 这只是我们举例了 是 汽车啦 手机啦 通讯药品这些情况啊 是 那碰到了嘛 没办法啊 嗯 但是如果疫情再继续这样子往下走啊 那你这个企业总要求生存啊 是 对不对 所以一定会有转单嘛 会有这个替代的问题 这种情况现在开始出来了吗 转单是一定有啦 啊 就是说如果我原来在大陆生产的量 可以在我原来其他的工厂 不管台湾啦 越南啦 是 或者墨西哥啦 或者美国啦 嗯 我就会把那个单子转过去 嗯 那这是比较幸运的 嗯 比较不幸运的是我没有第二地在生产 嗯 我要重新建构一个能够生产这个零组件的 哎 厂其实并不容易 嗯 不容易 时间也没那么快 对 那这是短期的问题了 嗯 长期就开始很多大型的企业 包括像苹果啦 嗯 他就会开始思考 那我iPhone是不是都要集中在郑州生产 嗯 嗯 那这个我们在过去讲说 呃 中日韩台月 这五个地方呢 把一个产品呢 分成十个步骤 大家呃 这个各做各的 嗯 然后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嗯 那这个叫国际价值链垂直分工 是 好 可是开始就有人想了 那这样子万一有个地方出问题了 打仗了 或者有疫情了 嗯 那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是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它集中起来 我们要把它整合起来 嗯 就是价值链整合来生产 是 啊 那么但是呢 那怎么整合呢 那整合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所有的这个零组件生产 集中在一个地方生产 但是这样就有规模化不足的问题 或者成本会提高吗 呃 也有风险的问题 那个地方难道就不会有 哈哈 你等于是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比较可行的方式啊 嗯 就是我们早期有一个专有术语 叫second source 嗯 就是说我有一个备份基地 备原生产基地 备原生产基地 我每一样东西 嗯 都有至少两个地方 嗯 而且这两个地方呢 要有一段距离 嗯 啊 一个在欧洲 一个在亚洲 可是我觉得 我很怀疑 嗯 因为哈 备原表示要增加投入成本 好的那个地方嘛 对 而且他一定要维持一个量 我知道 最低量 你要训练一些人 你放心好的 每一个公司的材块 等平静了之后 每人在算他的什么什么 他的这个产值的时候 就会拿这个出来检讨 从制造工厂来讲 他当然不愿意嘛 对啊 因为这样成本比较高 对啊 对啊 可是从原厂来讲 嗯 他可以交给两个制造商 哦 那他可以啦 对 他是可以 我就说 其实我就说像 苹果这样的公司 嗯 他就会考虑这个问题 对 不过苹果也不是 本来就不是就有在中国啊 他苹果 他比重可以调整的 对 但是他原来的分配啊 嗯 是把一些比较低阶的 是 那么在印度生产 嗯 那现在就变成说 有一些高阶的 也要在印度生产 嗯嗯嗯 生产十分之一也好 是 那么至少呢 他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从十分之一 变成十分之三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杰安特的那个 呃 假踏车啊 是 他有一些高端的 在台湾 在台湾嘛 销欧洲 销销美国 对对对 那在中国的比较是中低端的 对对对对 像这种分布的话 就比较清楚了 对 但他这个也是被逼出来了 他这个是因为 川普要课征 从美国到 呃 从中国到美国的 对 假踏车 对 所以他从去年 还是前年开始 他扩增台湾的 对对对 还有他没有断掉啊 是是是是 所以他走的比较快 嗯 那现在这个疫情 可能会让更多人啊 嗯 呃 类似像这个 巨大机械这样子 对 啊 他必须要分 两地来生产 嗯嗯嗯 其实规模如果够的话 两地生产也不见得不合 不不划算 是的 嗯 所以这样子 局部性的调整啊 应该在 呃 未来的一两年之内 我们就会看得到 嗯 好那这个跟我们讲说 台湾能够呃一个 很好的转单效应啊 是一个总体的咯 转单的意思有极单啊 嗯 极单是一两 一次 对对对对对 大概过去的两个月 我们已经享受到了 相当多的极单啊 那么包括像国具电子啊 他们都有拿到很多的极单 嗯 但是我刚刚讲了说 这个分两地的时候 第二地 是不是仍然用台湾的厂商 嗯 那么这个其实要看呃 各个品牌 嗯 各个品牌 嗯 台湾还是机会最大 嗯 哦这样子哈 嗯 好那我们如果这样 我们谈一下中国大陆哈 现在中国大陆 因为大家呃 第一季已经快要结束了嘛 对对 现在对第一季的GDP啊 都不太乐观啊 当然习近平 我们这个习大大还是很 说今年啊 其实他昨天跟那个 呃 联合国秘书长见面的时候啊 嗯 特别强调说 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不变 嗯 还不变 呃 当然这个大家都很怀疑啦 不过也许他们的国家统计局 有办法让他不变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从经济来说啊 呃 本来中国最大的困难是 你是世界生产工厂嘛 供应链的地方出来 出了问题啊 就对经济当然不行啊 嗯 好现在中国似乎啦 好像疫情趋缓和了 动工好像也回到六层七层 甚至八层了 完了 市场地啊 欧美现在 疫情大乱啊 没错 但整个市场就乱掉了 对 这个这个东西也很伤呢 这个 昨天郭台铭先生接收电视访问的时候 他就提到 他说现在复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哎 如刚刚金龙兄讲的 是 可是基本的市场需求 嗯 又下去了 嗯 是不是啊 美国现在 欧洲现在开始 大家宅起来了 是 购买的数量减少了 对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 乌逢 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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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连夜雨 连夜雨 对 所以我想 呃 本来习近平大概预计说 大陆就是受了五十天到六十天的影响 嗯 一月上半个月 对 呃 三月下半个月 是 说不定还正常 啊 对对对对 所以第一季呢 过年本来就会有不同 产业本来就有影响 对对对对啊 本来过年就是放假 嗯 所以可能他认为第一季呢 最多就是到零嘛 嗯 那我二三四季还可以慢慢的再把它拉起来嘛 甚至爆发性的的弥补成长回来 对至少可以靠内需嘛 嗯 嗯 不过这个就是还要看疫情的发展 嗯嗯嗯 对 是 好 这一波啊 我想大家都学到了很多了哈 但是 其实坦白说哈 太阳底下也没有太多新鲜事啦 嗯 这也不过再重复一次哈 人类上的一些经验啦 只是我们都比较健忘而已哈 是是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乌云回来之后来聊一聊啊 这个 我这个 我在我这节目上比较少谈啊 但我觉得跟紫人兄来谈一谈是有意思的哈 到底他对罢韩是什么看法 好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高雄市长韩国瑜 最近抛出了一个新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概念 他说市政府正在思考 等疫情结束以后 那么想要规划一个叫香港村 香港村 然后希望能够香港的移民 能够首选高雄 我不晓得韩市长这个概念 是不是有从马来西亚 他们也有一个类似中国村 在柔佛海峡靠近新大坡的地方 那个案子是另外一个故事 不过我倒是真的 我前两年在高雄 比如在义大 义大有很多的别墅区 我碰到了好几个 都是香港人来买的 那他们有一次跟一个香港 好像是医生 跟他聊起来 他说他大概没两个礼拜 就从香港坐飞机 来他的一大的别墅来住 第一个航班 从香港飞高雄 很快 然后航班费用也不高 房价 最主要是房价 几乎只有香港的五分之一 然后气候又好 高雄气候又好 所以我觉得说香港村 如果说香港移民 要来做个考虑的话 不能说韩市长这个概念 是有点可以考 可以有点发展性的 对 我想我也不因人而废言 就是说纯粹讲说 香港这个情势 有一群人想要找一个地方避险 这个可能性 其实我也碰到很多朋友 都是如此 那不要说马来西亚了 其实我们如果去美国 去欧洲都知道 尤其在美国 意大利人也聚集在一起 华人也聚集在一起 韩国人聚集在一起 这个其他的自由民主国家 也不禁止这个事情 所以他有一些刺激文化 社区 整个社区 我们如果到这个 洛杉矶的小台北去看 对 那个招牌上面的中文字 都比英文字还大 所以他也 美国并没有禁止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普遍的台湾人 对于香港人 还是蛮欢迎的 很多人对香港政府有意见 这个林郑月娥这些有意见 可是对香港人 基本上还是欢迎的 所以如果说 某一个城市的市长愿意 比如说刚好 意大那个地方 又有一些空房 那我们在那边协助他们 那么有个几百几千人 在那边落地 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对因为香港还有一点 香港第一个是 一般来讲他们的服务业 还是比台湾要先进 饮食做的不错 饮食还有金融 那另外一点 香港跟国际的对接 还是比台湾要国际化 这些都是可以考 当然我这两天 我也看到有一些 在台湾的香港人或者港生 他们因为对韩国瑜 认为他在香港战中运动当中 不是战中运动 反送中运动当中的态度 让他们失望 让他们失望 所以他们对这个香港村 就泼他冷水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区别 应该是吧 是 好 这个讲到这里 人兄 这个现在 罢韩的行动 已经到一个阶段了 然后他们可能六月份要投票 要投票 您曾经过去 这个对韩国瑜先生选总统 或者甚至过程当中 也是有些意见 坦白说他选总统 我也很有意见 我也曾经在这个节目上表达过 是 但他现在当了市长 而且出现这么激烈的一个罢韩 你有什么观察 跟你什么看法吗 当然这个不是非常客观 这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我是看到就是说 他原来已经有几十万人 是他的铁粉 对 这些铁粉基本上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了 在这一次的罢韩的防守当中 当然这个原因是说 这些很多不是高雄市籍的 他们表态也不是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可是当初如果罢韩 不是 这个挺韩的这些朋友 他们如果真的愿意的话 我们走一点法律漏洞 在二月的时候 他们把户局啊 如果签到高雄 签个十万人十五万人 他们是可以投票的 但是这时间已经过了 因为四个月之后 四个月内了 对 可能六个月份会举行投票 但是没有这个现象 没有这个现象 并没有高雄户籍 突然间增加很多人 有啊 有几个网红而已啊 但是没有大量的信息 对 不过我想这个 韩市长如果希望在两三个月之内 能够赢得大家的信心啊 我认为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要再从小地方去做 应该要做一个 等于整个我高雄市四年发展的一个白皮书 或者三年之内 我还只剩三年啊 不到三年了 我有哪几大工程 我会把它完成 那总要有一个全貌性的 具有领先指标性的 那这样子的话 高雄市民可能会对他比较满意 是 我其实啊 有一些朋友私下 大家也会聊到这个话题 我本 我其实一直主张了 这个政治在选举是一个激情 其实选举过了以后 而且台湾社会啊 他一般来讲 台湾社会是 大家还是比较重感情 并不会有那种 出现说要赶尽杀绝 这种氛围 这个台湾不是那么极端的 是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并不认为说 应该要在总统选完 韩国瑜大败之后 那些人还要乘胜追击啊 还引述那个毛泽东的话 什么什么什么 莫死什么什么穷寇啊 好 这些是一个部分 那韩国瑜怎么办啊 我觉得韩国瑜他只要一个 他只要做一个正常的市长 该做的事情 对 他现在对于这些事情 就是冷处理嘛 就如您刚刚讲的 他觉得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 不必就是杀到 不应该 而且也不应该 冷处理 可是我觉得除了冷处理 以外 他应该提出一些 对市政更积极 更正面的东西 这个对他会有加分 对 我觉得也许啦 做一个比较 他可以看看 我们侯友宜市长 对 新北市侯友宜市长 侯友宜市长 很多的 我的感觉 他不是那么 政治性格那么强的人 但是他给人家 感觉是一个行政能力 很专注的人 我感觉现在大家要的是 这样的市长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就是要持之以恒 在六月之前 要重塑这样的形象 有点困难 对困难 第一个要学侯友 早上七点就到办公室 这个是要先 生活作息要调 不过我相信 韩市长应该已经改变了不少才对的 应该改变了不少 还有一点 不要时不时就发生口误 这个口误很要命 因为尤其在那个 228讲成823 这个东西大家会觉得说 里头会 要不是说你的脑袋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你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 对他还是在一个演讲稿里面 口误了两次 谢雪红讲成王雪红 这个机率还不大 这个机率还不大 对 好 这个选举应该要过去 我们要回过头来再讲到说 好 现在陈时中 部长都说 最要严重的 要考虑的就是 第二波攻击的问题 第一波来自中国的病毒 我们挡住了 现在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地区 那你怎么办 你全球化 你现在难道要对每一个国家 都发出一个旅游警讯 都禁止他们人进来 或者从那个地方过来 都要在这个什么隔离两个礼拜 这还得了 我们当然尽量这么做了 因为全球都在这么做 但是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真正发生了 大规模的社区感染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 那这个问题呢 考验大家 还有你有没有觉得 我发现亚洲整体 好像疫情有点控制起来了 我最近发现到 不止中国大陆 现在韩国跟日本 的疫情相对也比较稳定了 对 一个是疫情 另外一个 当然病毒传染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会慢慢的减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能身上都已经有了 有可能 对 我们是亲政者 已经有了抗体了 那你这样讲的话 是表示说 可能意大利要走一趟 像中国这样的 对 他们认为说大概26天 昨天有一个台大教授讲 说中国大陆是26天 所以意大利可能要到三月底吧 三月底 那其他欧洲那些国家 就跟广东一样 这些各省的感觉 差不多是这样子 好 这个对整个全球经济 因为受影响实在太大了 有这个做规划 投资考虑的朋友 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观察 26天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谢谢紫辰兄 对 对 好